中国汽车市场谁占主流 那就是传统合资厂占主流 这是绝大部分用户的选择 并且在2020年疫情期间 市场份额还进一步的扩大了 这就说明了整个市场 也就是消费者的集合 他们对传统的合资厂家 所推出的汽车的个型品牌的认知和认可 都是最高的 但是时代毕竟在发展 你可以在这种繁荣当中看到潜在的一种危机 什么危机呢 就是电动化时代的到来 传统合资品牌在全电动化这一部分 他们走的比较慢 因为他们的站体量太大了 用户层太厚了 他不能失去用户对他的信任 所以他一定得把电动技术 打造的非常成熟的时候 他才敢把产品推出来 那么在这一定程度上 他就不太容易享受到政策上的红利 因为在早期 产品不太成熟的时候 你才能享受补贴 对吗 那等你把产品都弄成熟了 补贴基本上也要退出了 所以国家对于二氧化碳排放的惩罚 反而全部都放在了传统燃油车厂家身上 他们得背着 那么这种是一种尴尬 所以他们应该赶快推出一些纯电动的车型 同时呢 用户也觉得很痛苦 就是当你啊 在生活在一些城市里 你无奈当中确实要选择纯电动的车型的时候 你想买自己信任的合资厂的产品 但是找不到 所以这两下之间呢 其实都对纯电动的车型有着需求 广本推出的是什么车呢 就是E6 EA6 欢迎收看夏冬平车 广汽本年的EA6 E6 今年三月份才上 说明不断的调校 改进 应该说是迄今为止的一个最完美版 这辆车的设计啊 它有很强烈的广本的设计特色 它既有一个纯电动车的典型外貌 同时又有着广本车型设计的外部特征 很方正的一个车头的设计 它把中网完全取消之后呢 整个前面面积非常非常的大 就跟钢铁侠戴上面具的那效果似的 而且我非常喜欢 它这个车漆就是在强烈的阳光之下呢 它这种白色不会发黄 走近看是这种珠光漆的效果啊 但是呢站在差不多距离的时候啊 它有一种磁气的那种磁白的效果 再加上黑白的壮色使这辆车呢体现出一种电动车很难体现出来的某种大气的感觉 它整个的设设计风格呢就突出两点 一个是广汽本田它自身的产品的风格 一个是电动车的特征 侧面你看这个轮圈就是这种低阻力的电动车轮圈的这种效果 它的车尾的设计 比车头的设计更简洁 但是如果你是从前方端向过车头之后 绕到后面去看车尾呢 你会发现啊 它们有着非常相似的面向 一看就是成套的设计 但是对于这个设计啊 我自己还是稍微有点小意见 就是车头这么一设计吧 它比正常的燃油车看起来啊 还更方正 又厚又高的一个车头 所以你会担心 这个设计可能会增加了这辆车的风阻 1月6这行李箱吧 我觉得用起来不太方便 那首先呢 你会发现这有一刀缝隙 这两块材料不一样 这是一块钢板 而这是一块铝板 整个这个设计理念是什么呢 没得到一个详细的解释 但是打开它也比较麻烦 要么你从前面用按钮开 要么你用这个遥控器开 但是经常你会认为这遥控器失灵 尤其是刚开始用这车的时候 因为你得摁住了等 好几秒 它才弹开 这方面我觉得稍微改进一点更好 但是它这种溜背式的设计呢 有一些使用不变的影响 就是车尾特别短 所以使这行李箱的开口啊 很狭窄 但是行李箱容积巨大 这手根本摸不到前方 特深 向下 下沉的也特别深 轮拱后方展开的宽度也非常大 所以要按照行李箱的实际的容积来计算 这辆车的实用性来讲啊 那足足是这个范儿的 这只是方便性啊 有所欠缺 E6这内饰设计还是挺有特色的 视觉感觉挺高级的 中控这部分设计很有特色 它是交错叠合在一起的 从中控伸出来一层 从扶手箱伸出来一层 两层搭在一起 形成那种很有层次感的一种设计 当它叠层叠起来之后呢 它使中控台这部分的高度啊 就略略的高于你的扶手 这时候你在操作变速部分的这些按钮的时候 就特别的趁手 背架 无线充电的托牌 上面是12.3英寸的液晶控制的信息娱乐屏 下边整合了触控式的空调面板 以及警示灯 12.3英寸的仪表 另外就是这座椅 我坐在上面感觉相当舒服 软硬适中 针皮和打孔的图案 都让你感觉非常的精致 侧面采用了这种繁荣的皮革 来增加一种摩擦力 所以人坐在这的时候很贴合 好像是一件剪裁的很得体的衣服 把它穿在身上的这种感觉 座椅的位置设计的太高了 它为什么这座椅设置的这么高呢 它底下有一大横梁 座椅的滑轨支架呢 是固定在这横梁上 如果它能够把这个座椅再降低3厘米左右 那么这个头部空间就非常理想 所以现在这个坐姿呢 虽然我可以坐 但是我肯定不能选择这么坐 必须得往后调 然后把靠背也要放倒一点 让我的头部空间能够腾出来 坐着比较舒服的一个位置 我们来看看后方 这辆车的轴距呢 2米75 我想呢 应该对于后座乘坐来讲 是相当宽敞的 我觉得这车啊 还没有真正发挥出电动车的优势 20厘米的七步空间 但是你要说舒适感 你必须承认 这后座的乘坐的舒适感非常好 它的座椅呢比较厚 然后它坐点比较高 所以你坐在这的时候呢 腿和座椅之间的贴合 乘托啊感觉特别舒服 虽然它这个坐垫 它不是刻意的给它近身坐的特长 然后把你整个大腿都填满 但是这个人坐在这是非常舒适的 承托的位置 让你感觉这座椅相当饱满 人坐在这的时候呢 姿势呢也比较舒展 特别是后排的地板呢 接近于是个平地板 中间有一点凸起 但是很浅 这时候你坐在中间的时候 脚可以完整的放在正中间 也不会有那种被端起来的感觉 它整体的脚步空间还是相当舒服的 但是在前方你可以看到 它的地板啊高起来一块 形成了一个割脚的 一个脚枕的感觉 因为它中间要有一条横梁 增强这辆车的抗侧向撞击的这个能力 来保护它的电池 大家都知道电动车成本不菲啊 就因为电池特别特别的贵 可是这辆车呢 它的售价也只有十几万块钱 可能别的地方呢 高级感就赶不上吧 就得用一些差点的材料啊 来控制也没用 这辆车你坐在里边 会有很好的高级感 它这窗台软性的材料 整个的工艺感和高级感 这辆车体现的还是相当足的 EA6 我终于能够真正深度试驾一下 这个车型 一坐上这辆车啊 首先就是一个本能的感觉 高坐姿 然后呢 一个很鲜明的体验 就是统型座椅 把你搂抱起来的感觉 但是这搂抱起来的感觉呢 特别均匀 这车的电动机啊 它是前驱的 就一台电机 184马力 300牛吨米 它加速非常的轻快 而且响应特别好 三个模式 有很明显的区分 经济模式 普通模式和运动模式 你一旦把这运动模式启动 你就会发现 什么高功率 什么258马力的2.0体 没细 因为它的初段响应 实在是太快了 你想要推背感 绝对没问题 放在普通模式去开 已经让你觉得很满意 很满意 响应非常好 而且很线性 转向呢 一上来开始觉着 和开燃油车那转向啊 感觉不太一样 离开中间位置 这个地方的时候 显得稍微松了一点 可是你一旦真正的 去操控转向的时候 它的力度 马上变得很均匀 而当你的速度 一旦起来的时候 它就能自动的收紧 这些呢 都很符合 放在盘的手感的要求 就遇到弯紧的时候 你觉得稍微有点笨 因为它这转向圈数 有点太多了 一到掉头弯里头啊 你这一个交叉臂 都打不过这弯来 松开一只手 再往下走 要不然转向 你还不够了 这放在盘我量了一样 3.1圈不到 如果它能把转向的圈数 再调少点 哪怕调到2.7圈 那这车就会更有乐趣了 它这个优势最大的就是 中高速的温度 它能跑特稳 然后你就能更早的去加速 然后出弯 因为它走线特准 就是它重量分配 特别合理 非常均衡 所有的重量压在底盘上 而且压在车的中部 而且是压在车最低的位置 当你去驾驶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车侧型就特别小 它侧型小 是因为它重心低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车头没重量 还有一点 就是让我最赞赏的 就是它刹车的调教 在这辆车上 你完全感觉不到 它是一个电车的刹车 通常电车的刹车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反应慢 它有一个反应间隙 因为它需要电驱动 刹车泵来加压 然后再刹车 它没有燃油机 一直在运转的时候 保持一个压力 往往它就需要 你踩刹车之后再加压 那就有一个反应的间隙 电车所有的东西 反应都是同步的 唯独这刹车是迟滞的 这跟燃油车正好相反 然后这其他都迟滞 唯独刹车不迟滞 EA6它的刹车 完全没有一点迟滞 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有能量回收 这能量回收能帮你刹车 咱们开燃油车 在赛道上跑的时候 它有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技巧 叫trial brake 带刹车走弯 往往是左脚刹车 右脚踩油门的那种 比较高阶的驾驶 你这么开控制不好 是相当危险的 但是有能量回收电动车 我把它射到中 然后它就能实现在弯道当中 带刹车走弯的效果 而且它的效果是非常线性的 很均匀的在减速 那么当你过弯心的顶点的时候 它正好呢 把速度降到一个最恰当的位置 让你这车伸不动 绑不摇的拧过弯心 但你要说它有没有什么不足之处呢 我感觉它的不足之处 可能就在于路灶 相对来说明显了一些 这辆车对外界的隔音做得很好 这是顶配车型才有的 前边这玻璃是双层玻璃 它还是尽量在做到让车内更安静 但是一旦走得快起来了 在公路上行驶的时候 胎噪还是能听得见 而且胎噪相对来说还是明显了一些 那这辆车它有一个iPad 就是智能踏板模式 其实就是相当于电动车的单踏板模式 这单踏板模式在市区里边使 使习惯了之后 你会觉得它很清爽 因为你不用再挪脚去踩刹车了 还有一个就是极致节能 这个模式呢 就是帮你去缓解一下里程焦率的 就是当你跑长途的时候 车的电量少于一半了 这时候你可以把极致节能模式打开 抓紧时间找到充电站 来把电补上 因为快速充电嘛 我们用正常的380伏电压去充电 差不多充个十几二十分钟 你就能获得一个100公里的续航 它有冬季长途模式呢 这辆车的电池啊 为了克服这个低温的问题 自带一整套温度控制系统的 推荐你什么时候使用呢 就是外界的气温低于零下五度 这一次单趟行驶里程 中间没有充电站 补电的情况下 你要行驶超过150公里 最好去使用这个模式 EA6的车机系统 它是腾讯给开发的一个车机系统 仪表上它也有情景模式 特别好玩的一点在哪呢 它能给你显示电动机的转速 它的红线区是15000转 电动机的转速一般都是在6000转 8000多转 数字范围之内 这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仪表显示 还挺有意思的 开电车跟开油车的心情会有一点区别 咱们开油车的时候 不那么太关注能耗 但是你要开电车的时候 你会突然发现你特别关注能耗 而且你会把自己的驾驶方式和能耗 本能的进行一个匹配 于是乎呢 你会发现开电车的人 往往都比开油车的人还更保守开起来 咱们来总结一下 仨字没毛病 对于那些还是更信任合资车 但是要买电车的用户来说 广汽本田EA6是一个没毛病的家庭选择 当然呢 显得偏贵了一点 最顶配的车型呢 是18万9800 那已经摸高到了中型轿车的级别了 可是有折扣啊 当你把这个折扣考虑进去之后呢 它的价位完全能够去比较那些合资的 通缉车 跟它自身广汽本田内部的纯电动车 比方说V1来相比呢 其实它们价格也相差不大 因为V1是个SUV 所以相对来说呢 其实偏贵了一些 那这就使啊 EA6它的整个的定价显得非常的实际了 而假如我们要考虑折扣的话 在折扣之后 它也是会比V1略微价格高一点 可是呢 你看这种尺寸 这种感受 驾驶的体验 等等方方面面 那它还是体现出了相对V1来说啊 性价比更高的一面 特别是这辆车把纯电车相对于燃油车的那些优越感 体现的很充分 那至于续航呢 在北京这个春天 我们感觉啊 NEDC的续航里程打一个六折到六五折之间 如果在相对比较温暖的南方 这个实际的续航里程呢 大约是NEDC的续航里程的七折到七五折之间 也就是说啊 它的实际续航里程你可以按照 大约350公里上下来考虑给它充电和补电 这么算起来啊 这里程焦虑并不明显 而且 跟它同类的车型在一二线的大城市啊 越来越常见啊 比方说在北京就是很常见的一个家庭用的电动车了 那么这么多用户去选择这个车型 其实主要原因也在于啊 它是一台做的比较周正圆满的车 好 感谢收看 欢迎关注踢车帮 只为爱车的你